我在马路边捡到一份钱 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受理一遍 哈哈今天我捡到了十块钱 我要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咯 白雪白雪你不用交给警察叔叔 这钱呀是我老将失掉的 什么呀怎么可能这钱呀 可是我在另一个森林捡到的 哎呀我呀刚刚又在另一个森林呢 是我的是我的 哎僵尸僵尸你干嘛怎么还能抢呢 你要证明这是你的钱 你拿证明呀 证明啥呀证明 这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好呀好呀那你说这是你的 那你跟我一起去警察局吧 让警察叔叔证明这是你的钱 白雪白雪不给是吧 小心我把你扣引起来 你这个僵尸又在威胁白雪公主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哎呀奥特曼怎么来了呀 奥特曼别别别别 咱们呀有话好好说嘛 那我问你 这钱是你掉的吗 你要说实话哟 要不然让你尝尝我能量光波的厉害 哎呀不不不不是我掉的 不是我掉的 不是你掉的海天白雪公主 今天你逃不了了 哎呀呀快跑快跑快跑 算你跑了快 下生就没那么好的机会了 白雪白雪你拿着钱 快去交给警察吧 好的奥特曼哥哥 谢谢你了 请问前的小朋友们 小子你呀今天不是想吃汉堡薯条了吗 我这里有一个计时器 我来给你计时 只要你在四分钟之内 把这些散粉全部收拾好 今天呀妈妈就带你去吃汉堡和薯条 现在计时开始 你就在这里慢慢的收拾这些散粉吧 我在旁边先睡一会儿 听说今天汉堡薯条搞不消 只要吃一个汉堡就送一杯可乐 我要一定要好好的收拾 把这些散粉呀收拾干净 哎呀这四分钟好像不够用 我这要弄到什么时候呀 难道我今天就吃不了汉堡薯条了 哎呀糟糕 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 我还有这么多的散粉 没有收拾的 这可怎么办呀 小乔治你不要着急 我花仙子来帮你 我这里有一颗小红心 我的小红心啊 能让时间停止 看我红心能量 魔法魔法变 小乔治你快看呀 时间停止了 哦这下我就可以慢慢的收拾这些散粉了 谢谢你花仙子姐姐 我要慢慢的收拾了 哇太好了 终于收拾完了 妈妈妈妈 你快醒醒呀 你快看呀 我在四分钟之内就把这些散粉收拾好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感觉我睡了很长的时间呀 这该不会有人帮助小乔治了吧 听不听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告诉我 到底谁帮助了小乔治呢 植物哥哥 植物哥哥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嗯怎么呀白雪 我的母后被怪兽给带走了 什么 白雪白雪 你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把你的母后给救出来的 那你告诉我 你母后是啥时候被子带走的呀 刚刚没走多久 没问题的白雪 你在这等着 我呀 一定把你母后平平安安的带回来的 怪兽赶紧放了白雪的妈妈 要不然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嗯植物呀 你怎么来了呀 你有本事就自己去找找呗 怪兽呀怪兽 上次你做坏事我就饶了你一次 这次你又出来做坏事 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是吗 谁收拾谁还不为定呢 兄弟们兄弟们快出来吧 什么 来了这么多怪兽 哈哈植物呀植物 你怕了吧 我这么兄弟 你怕打不赢吧 什么 我打不赢 真是开玩笑 我发射一颗能量丸 你们就全都倒 信不信呀 是吗 我不信呀 那就试试呗 拿出我的能量丸 能量光波 发射 呦 看啊 我说到做到呗 哎呀 这植物咋这么厉害呢 怪兽 赶紧放了白雪的妈妈 哎呀 王后王后 被我们投影在另一个森林里面呢 算你们老实 要是再欺负小朋友 或者是再把谁投影着 就别怪我 让你们永远出现不到在这个森林 哇植物哥哥 你好厉害呀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植物哥哥厉不厉害呀 要是觉得厉害的话 就送给他一颗小红心 为他补充补充能量吧 弟弟们都这么晚了 赶紧上床睡觉吧 好的好的哥哥 我们马上就睡 哎呀 弟弟 你瞧哥哥这啥机信 我都忘了给你们拿被子了 我得赶紧去给你们拿被子 哇 这里有好多小奥特曼 还有一个大奥特曼 我真是太开心了 奥特曼爸爸总是教训我们怪兽 今天我就把他们都封印起来 妈咧妈咧 哈哈 现在你们都被我定住了 跑不了了 哥哥哥哥 不好 有怪兽 哥哥 你快救救我们吧 糟糕 哥哥怪兽来了 快救救我们 弟弟 哥哥哥也装了怪兽的黑魔法 也被盯住了 现在没有办法救你们呀 哈哈 小奥特曼们 你们就别想有人来救你们了 其他奥特曼们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没有人来救你们的 怪兽又出来做坏事了 虽然其他奥特曼哥哥不在 但是我有奥特曼卡片 葫芦啊 我才不换你的奥特曼卡片呢 好 那我现在就把奥特曼呼叫出来 哎 我的小红星 我的小红衣怎么不见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把奥特曼召唤出来 打败这个怪兽呀 白雪妹妹 我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奥特曼弟弟呀 可以可以 奥特曼哥哥 那你赶紧去执行任务吧 这两个弟弟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那好吧 不过你记得 如果怪兽来了 你就让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发送666通知我回来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奥特曼哥哥 那我就走了 咻 哈哈 奥特曼终于走了 我今天不仅能封印两个小奥特曼 还能带走白雪公主呢 不过我不能这样出现 因为白雪公主认得我的样子 这可怎么办 诶 有了 看我的魔法魔法 变 哈哈 这样他就发现不了了吧 小朋友们都这么晚了 你们还在这外面待着 万一怪兽来了可怎么办呀 老爷爷带你们回家吧 诶 他怎么知道有怪兽 难道他就是怪兽 不好不好 小朋友们 你们赶快发送素质666 通知奥特曼来救我们吧 咻 啊 奥特曼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 还好手机前的小朋友们通知我 想用魔法奉用我的弟弟 还有白雪公主 这是不可能的 看我的光波发射 哎呀 奥特曼实在太厉害了 我还是赶快跑吧 白雪妹妹 谢谢你帮我照顾两个弟弟 不客气 奥特曼哥哥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帮我谢谢白雪公主呀 给小子梦一杯果汁 给小巴比一杯果汁 两个妹妹呀 今天天气好肉 姐姐想吃冰块 你们可不可以帮姐姐做呀 当然可以了 巴比姐姐 姐姐 你平时照顾我们这么辛苦 我们肯定愿意帮你做冰块呀 你们真是我的好妹妹 那你们先做吧 我等一下再来吃哦 好的姐姐 巴比姐姐平时照顾我们那么辛苦 今天呢 我就要好好的给她做冰块 那我就用这块巧克力的模具吧 姐姐给我的是苹果味的果汁 我先把果汁给倒进去 我要慢慢的倒 这样果汁就不会撒出来了 把这个倒上 这个也倒上 我再给姐姐加一点巧克力吧 巧克力是可以补充能量的 每一个都放上去 好了 我的巧克力冰块就做好了 我要做的呢 就是南麦味的冰块了 我要用这个小熊形状的模型 我也要把果汁慢慢的倒进去 我的姐姐呀 追腾我了 那我得用新做 我要把每一个小熊模型都倒上 这个倒上 这个也倒上 最后呢 我也给她加上我最喜欢吃的糖丸 每一个都放给进去 等会儿吃的时候 就会觉得甜甜的 很开心呀 好了 我的冰块也做好了 妹妹们 我回来了 你们做的怎么样了呀 哇 妹妹们 你们都做的这么好 姐姐真是太爱你们了 姐姐 我们也爱你呀 赶紧尝尝吧 我先尝尝紫梦的 这也太好吃了吧 再来试试小巴比的 哇 好甜呀 都那么的好吃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的两个妹妹怎么样呀 谁做的更好呢 订阅告诉我吧 哇 这里有好吃的蛋糕 还有巧克力 还有棒棒糖 感觉好好好吃呀 可是我没有钱 小姑娘小姑娘 你看 这油你喜欢吃的吗 要是喜欢 可以买哟 那个老婆婆呀 我没有钱 你没钱 就不能买这些吃的了 老婆婆老婆婆 要不这样吧 我来帮你卖东西 卖到最后呀 要是多了 你就给我 可以吗 好呀好呀 我这水数也大了 也吆喝不起来了 那你就来帮我卖吧 好呀好呀 卖巧克力嘞 买棒棒糖嘞 买蛋糕嘞 喜欢的快来买呀 哇 他家有蛋糕耶 你家的蛋糕咋卖呀 老婆婆 你家蛋糕怎么卖的呀 嗯 蛋糕呀 一块钱一个 哦 来给你块金币 我要拿着我的蛋糕回家咯 小姑娘小姑娘 我告诉你哦 我这些东西啊 全都是一块金币一个 知道了吗 老婆婆好累 我记住了 卖好吃的嘞 快来买呀 快来买呀 哇 这又买棒棒糖的 老板老板 给我来根棒棒糖 两根巧克力 还有来块蛋糕 好的好的没问题 这里一共四块金币 好的好的 给你吧 拿着我的东西走喽 不错不错 那最后一个棒棒糖就给你吧 谢谢你老婆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老婆婆送给我的棒棒糖 好不好看呢 要是觉得好看的话 就点你小红星告诉我哟 白雪贝儿 今天母后不上班 今天咱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呀 好呀好呀母后 那你来数数 我和贝儿姐姐藏起来 好呀好呀 那我转过去咯 贝儿姐姐贝儿姐姐 咱们要躲在哪呢 咱们呀不能躲远了 要是躲在森林 母后一下就找到我们了 嗯 那我们就躲在这个房间吧 嗯我看行 要不咱们躲进衣柜 这样呀母后就不会发现我们了 对对对对对 那咱们呀赶紧躲进去 躲进衣柜咯 躲进去 五六七八九十 我要开始找你们咯 母后出来了 嘿嘿不见识吧 我就猜 你们肯定爬到森林里面去了 我要去森林找找咯 嘿不对不对 森林找了好半天都没找到呢 嗯肯定就在这个房间里面 这房间他能躲哪去呢 难道躲在这桌子后面了吗 没有 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所以太难了吧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贝尔和白雪躲在哪了呢 就是知道的话 给点击小红心告诉我哟